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约伯纪三十五章一到十六节 以利户又说 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 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 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回答你和在你这里的朋友 你要向天观看 瞻望那高于你的穷仓 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 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 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的过恶或能害你之类的人 你的公义或能较世人得益处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 因受能者的挟制便求救 却无人说 造我的神在哪里 他使人夜间歌唱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他们在那里 因恶人的骄傲呼求 却无人答应 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 全能者也必不眷顾 何况你说 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 你等候他吧 但如今 因他未曾发怒降法 也不甚理会狂傲 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 多发无秩序的言语 今天的信息 讲到以利户的第三次的辩论 那在这个辩论当中 其实最主要就是两个重点 一个讲到 关于行义的好处是什么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约伯他主张 他提到说 义人受苦 恶人亨通 这样的情况 他怀疑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 如果是这样 那义人为什么要行义呢 可是以利户 关于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 他主张 人的善行恶行 都不能够影响到神 而在这一章里面 他第二个问题 他们在辩论的就是 神为什么不听祷告 那以利户 他的辩护就在于 他指出 那是跟我们的信心 还有我们的妄求 我们的罪 影响神 他要不要垂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让我们进到内文 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节提到说 以利户他说 你以为有理 你会以为你的公义 胜过神的公义 才说 这与我有什么益处 我不犯罪 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以利户他驳斥 约伯所认为 义人跟罪人 都一样受苦的 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当然 约伯他并没有说 义人 他不会胜过罪人 有这样的 神的手在他的身上 只是提到说 像神的安排 神的旨意 不一定按照 神的做法不一定是按照人的品格 因为今天他所经历的就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他有很好的品格 他行义 他遵守主的命令 可是他今天 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祸患会临到他 所以以利户他就回答说 我要回答你跟你这里的朋友 他提到说 你要向天观看 瞻望那高于你的穷仓 指的是你要看这位伟大的神 人的善恶根本上 我们没有办法影响神 我们人只能求助于神的慈悲跟怜悯 所以以利户他就是要告诉约伯 他提到说 你神这么伟大 你看你如果犯罪 对神来讲 神会受到什么祸害呢 你的过犯增添 神有什么损失呢 你如果是公义的 你能够加添他什么 他从你的手中还能够接受什么呢 你的过犯 或者能够害你这类的人 你的公义 或者只是叫世人可以得到益处 说的是 不管你犯罪 不管你行公义 这些对神 不会好像增添一点什么 或者损失一点什么 你的过犯 或者可以害你这一类的 意思是你犯罪顶多影响 这些像你一样的世人 你的公义你做得好 也不过也是可以祝福到像你一样这样的世人而已 所以以利户认为一个人他作恶行义 都是跟自己有关 跟神没有关系的 以利户这个观点 当然我觉得有点偏颇 因为当然我觉得是有关 神很在意我们是行恶或者是行义 但是以利户他最主要就是要来就是驳斥约伯 因为他觉得约伯你太自以为意了 你就是觉得我这么好 我都做得没有任何的一点错误 可是我不应该接受到这样的惩罚 所以你在背后你真正隐含 你就是在指责神 神不公平不公义这样来对待你 所以在第九节这里 我们看见就是从第九节到十六节 以利户当然他也提到另外一个 就是回应约伯 神为什么没有听你祷告 因为这是约伯他心中他的不解 他一直呼求神 他一直为自己辩解 他一直想听到神你给我一个答案 我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做得这么好 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那使我遭遇到这么大的苦难 其实我觉得这是约伯的问题 可是究竟以利户怎么样来驳斥约伯 他怎么样来提出他自己的论述呢 那我们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看 人在受苦的时候 当然我们可以明白 他们就是很想知道神的旨意 神对我说话 所以为什么神不对我说话 我在受苦当中 那以利户他的辩论 他的论述是什么 他提到从第九节这里提到说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 因受能者的挟制就求救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以利户他告诉约伯说 神为什么没有听你的祷告 其实就是你没有信心 那当然你会发现 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那些 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 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最常听见人家告诉我们的答案 就是你要有信心 你没有足够的信心 可能是你的动机有错误 或者你有隐藏的罪 你还有一些没有承认的这些罪恶 当然这些不是不对 有的时候也是对的 可是如果每一个人 我们都要等到我们好像说动机很纯正 没有任何的掺杂 或者我们真的信心都这么的刚强 我们把这一切的条件都补足了才能祷告 我想那也不会是神的旨意 事实上很少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以利户他就是要告诉约伯 他说没有人说照我的神在哪里 他使人夜间歌唱 他说的是约伯你应该要相信 你应该起来 你要相信那些受苦的人 他们继续受苦 是因为他们埋怨自己的痛苦 他们没有正确的来求告神 如果他们正确的来亲近神 求告神 神是使我们在夜间歌唱的神 在黑暗在苦难当中 神会赐给我们喜乐 所以他这样子说 事实上他就是断定一件事 就是人继续的受苦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求告神 你看保罗在受苦的时候 在坐监牢的日子 他就在那里赞美神 你看他们赞美神的时候 锁链就断开了 他们在夜间歌唱 他们就得释放了 所以如果你在夜间歌唱 你也可以得释放 以利户继续的讲 神那么的爱我们 我们跟地上的走兽是不一样的 11节提到 地上的走兽飞鸟 他们在痛苦的时候 他们本能的会发出那些哀鸣 可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怎么样向创造的神来求告 所以一定会说 可是神教导我们 神教导我们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神教导我们 在苦难当中 我们要用信心 用虔诚 谦卑 顺从 我们把他们的痛苦 带到神的面前 那神就会拯救 神就会释放我们 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医治 可是如果你不是这样 那么神就不会拯救你 那就代表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12节这里提到说 他们在那里因恶人的骄傲呼求 却无人答应 也就是说因为你骄傲 以利户说因为你骄傲 所以神就不听你的祷告 这就是以利户他的看法 这里说到13节说 虚妄的呼求 神必不随听 全能者也不会眷顾 何况你说你必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 你等候他吧 他在这里就是论及了 约伯的祷告 不蒙应允的一个理由 因为约伯他不断的强调 自己是行义的 我没有做错 而且他告诉神 我要等候最后的审判 主你宣告我是无罪 我要证明我的清白 所以这个就是 以利户认为说 这个就是不蒙神应允的 这样的一个祷告 是一个虚妄的求告 那15节这里继续的提到说 但如今因他未曾发怒降伐 也不胜理会狂傲 也就是说 大概就是讲的约伯之前提到说 神不理会人的过犯 他要强调说 你这样说是错的 事实上神只是忍耐 还没有审判而已 16节我们看见以利户 他就说约伯开口说 这些虚妄的话 多发无知识的言语 总结就是觉得 他就是说 约伯你就讲这些空话 你说的你的抱怨 都是没有道理的 他暗示约伯 你所受的罪 还没有达到 你应该受的程度 所以呢 你不知道 你自己在说什么 所以你还在那里 对你自己的看法 有所坚持 今天也许你正在 正落在一个极大的苦难当中 让我们继续的抓住神 因为神使我们在夜间歌唱 我相信神 他会给我们力量度过的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求你帮助 我做一个智慧人 赐给我们温良的舌头 让我们能够安慰 帮助那些在我们身旁 正在受苦的人 透过神的话 带给人盼望 而不是以偏盖全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在人受苦的时候 也都可以经历 你是使我们在夜间歌唱的神 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信靠你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